剛好 我之前都沒有看到 好間接 就是半天多了 沒有 其實去年我回來還跟董哥有見面 我們示範我們聊天 然後我這次回來 董哥一定是我最想見的人士 其實我們要把民進黨腿環要下降的界障 最重要的當然是國民黨 你說其他的黨派 或者我們這種勞敗系沒有用 你還是要看最大這一個黨 所以最大在於國民黨在幹嘛 馬英九昨天的大事情 他要到大陸去記住 然後他走的行程 這也很有趣 因為他去了5個城市 董哥跟我都很熟 他去了5個城市 重慶 長沙 武漢 南京 上海 這5個城市都是跟抗日沒有關係 而且跟國民黨沒有關係 跟民國沒有關係 這個5個城市是跑的很有意思 馬英九帶他家的結尾 一個馬家的人去記住 這是必然的 因為馬英九是1950年在香港出生 董哥是馬英九的參加 他跑馬英九爸爸去 對 他從來沒有去過那邊 我們知道其實兩岸在交流的時候 就是毫無頓當選擇院長 那個成員陸委會 我們整個中國是包括對岸 跟台灣 他們叫大陸地基 我們叫台灣地基 那這些東西都是在馬英九手上揮發 對 那馬英九原來就是內閣的 他是演長會主委 把他找來當陸委會部主委 沒有這樣子 因為他是特任 特別給他特任說 你是很懂法律 對 他有到以前法律模式 那為了提升陸委會 由行政院的副院長 你來監主委 特任副主委 其實主要是馬英九 也因為有這個單位 我們那時候成立了海基會 一個民間機構的白手道 跟大陸的海協會 這樣就很多東西就可以談了 我第一時間聽到 要去大陸的時候 終於要去 我知道他很想很早很想去 可以嗎 被蔡英文一直卡著不讓他去 其實我覺得是好事情 因為他真正到大陸去看到 去體驗 尤其我看到好幾個行程 是搭高鐵 對 去感受到大陸 中國是什麼樣子 大陸是什麼樣子 你跟老闆聽在投一個車廂 對 對不對 然後那種震撼 然後看大陸的高鐵是這麼進步 看到大陸真實的狀況 你覺得他會有什麼感覺 他們這些人難為害都死 他會不會有一點覺得 如果我現在是領導人 我的政策可能會不一樣 我也認識一下 我跟幾個同學 同學說 我們夏文同學我們都不熟了 他走了不止 你不知道了 我們金門 金門 對 我一個同學說 要認同學那個 潮州散州吃點好東西再回 對 我說好 我們就是買票 76百做高鐵 76百 然後我們去那邊吃了飯 又去介紹 快一快 然後再回 再回夏文 再回夏文 然後總哥再做個禪就回金門 然後他們就說現在有個高鐵太方便 而且價格怎麼這麼方便 你很臺灣的臺灣 其實沒有辦法成立 對 所以你想想看就是 當臺灣有這條高鐵的時候 大陸還看了很多官員來台灣 觀察學習 大陸那時候沒有高鐵 然後現在大陸 到任何一個城市你都可以做高鐵 對 然後成為生活的日常 他主要的記住 他做了教育 他真正要記住的是 隔運先行的孫公神 所以藍金是他最主要的站 斗哥把真正的祖語講出來 除了他馬家的祖語外 其實你看他從重慶 重慶是肯戰時候的陪伍 大家全力在對付日本人的處理 因為我們開始打不贏 他一路撤退 空間來換幾時間 那打到了三層四段這邊 日本人第一名部隊就有南進去 所以他日本人要炸 日軍是無間斷的長期好幾年 對重慶的空戰 那是懶人類的 而且他炸的時候 不管是軍事目標 民用目標 都是全盤的炸 他如果到南京 看到南京的重工服 裡面有蔣州正的辦公室 有孫文的辦公室 然後他看到中山林裡面 國民黨的黨徽 看到孫中山的他的靈袖在裡面 對 董哥你了解他 你覺得他會怎麼樣 他現在要強調 就是我們中國是這樣來的 我們過去的帝王時代 現在成為一個民主 老百姓做主 他是這樣 那裡面最偉大的人 是革命艦艇的孫中山 對 那我們都在殺了領導 然後孫中山不但創造了 中國國民黨 也創造了中華越國 對 那中國國民黨是把好幾個黨 大革命 先填叫同盟會 所以團結才是力量 兩岸當然能力也要得咒 才能創出偉大的極限 所以馬上有在 在陸委會前面 他就先把這個法律定了 定了兩岸的沒關係角度 我只真的覺得說很遺憾 就是你看一下 319槍決案19年了 318太陽花9年了 不過馬英九 那個時候他有權力 他一步步的對太陽花 對台湖退讓 最後沒了 現在他到大陸去 我覺得他可能會跟我們一樣 第一次看到長江 那個時候他會 他會很後悔 那現在台灣年輕人就被洗腦 變成是個台湖的 教科書啊 對 那教科書在他任內 你要用你政府的力量 上去才有辦法 才有辦法到各學校 因為全世界的年輕人 他的思想都是政府在塑造 教科書決定 那他退了以後 他對這事情其實是很奧昂 他其實是知道的 所以他去弄一個大酒學堂 他們也得到酒 然後專門在教中華的立場文化 那他現在帶著這些年輕人 就是大陸跟大陸的交流 上海也不用講 八百壯士 他是看在裡面最可能的 他跟我們都一樣 我們是從小看八百壯士的電影 你只要看他 對啊 看他楊貴平 你是看那個八百壯士的四航倉物 卻在那邊 然後那個牆壁上面 蛋痕還在那邊 最感動的那邊前面 哇 所有人看了 眼鏈都掉下來了 對 後來可以拍八百 正面可以看的 以前會認為說 哎呀 這個是國民黨的兵 後來我就一直跟大陸的朋友講 不過他們不是國民黨兵 他們是中國人的兵 你要去管當時是什麼 當時的國民黨執政 他也是執政黨 這事實啊 好 那國民黨的功 國民黨的過 其實你最後繼承出來就是這樣 是 你不要去否認 因為歷史可以否認 對 他們現在其實越來越有自信 有自信 這些人會否認 上海四航倉物 變成一個博物館 對 那你想要很趕快的是 所有民國時期的東西 他們努力的保存變成博物館 對 然後台灣一個一個要毀掉 毀掉 對 那馬上有趣 我覺得他走這一趟 讓人就能瞭解 當然他帶了年輕的人 不過這三四十個 對 他最主要就是 你要用媒體的 力量 把這個活散 然後就拿出來 他變成這一趟 大家要看 馬上九老師 馬上九教授 馬上講蘋果 然後我講 整個兩岸未來應該怎樣 好 那我覺得這一趟的意義 是非常的正面 為什麼 當然我們記得 2018年 韓國瑜為什麼會大贏 韓國瑜是高產九二共識 後主席人進來 高雄挖大財 九二共識重要 大家覺得沒有錯 台灣的未來在兩岸用錢 這個左主席就贏了 對 那可是後來國民黨很多東西去收了 大家就不敢想念 那變成這一塊 就被民進黨一直在解釋 民進黨在搞台獨 用很多YC的歷史來講 其實國民黨一直在退縮 馬英九其實已經比蔣經國時代退縮了 對 然後馬英九時代之後 國民黨又比馬英九時代又退縮 以為這樣退縮會贏 但我真的講 台灣的選民再怎麼變 現在20年後我敢講 現在大家潛意識裡面或心裡面 還知道這次做過 你沒有破例 你沒有行動力 你不敢 那我為什麼要把權力給你 他一直沒想到這樣 是 因為民進黨是一個德州的經濟 民進黨他就把你吃掉 因為我們才是真的 我們現在也是沿蔽台灣 也不敢講台灣以前的 是什麼樣回事 現在其實民進黨在退縮 比如說大家獨立的 現在賴清德說 台灣已經獨立了 我們沒有再獨立的必要 包括才變成最低的 說台獨不重要 台獨是民進黨的神主 還有什麼不重要 賴清德以前號稱是 務實的台獨工作者 對 然後他現在說 這個稱號已經變成他的負擔了 那兩岸交流當然最主要 定台深圳的求和共識 兩岸國際為什麼會交流 其實我在主政的時候 我是承認求和共識 對岸也承認 所以我們有一個共同的目標 那共同目標是什麼 中國只有一個 而且求和共識 一定還包含說 兩岸要共同追求